大家好,今天要為大家介紹的是台達工業型機器人 今天主要有三個主題 首先第一個主題會針對我們台達工業型機器人 做一個基本的一個介紹 以及它對我們產業可以帶來怎樣的經濟效益 第二個部分在使用我們機器人的過程中 我們提供了一個隨限追蹤的一個應用功能 這個應用功能可以帶給我們產業做到怎樣的提升 第三個部分主要是針對一些應用案例來做一些經驗的分享 在開始之前我們先來討論一下說 為什麼我們需要工業型機器人 我們知道說在去年底到現在我們因為疫情的關係 我們知道說其實國內外其實很多產業都受到一些疫情的衝擊 不論是中小型企業或是大型企業 我們都可以看到說其實都受到疫情的影響而停工 反過台灣的部分就稍微好了一點 不過我們知道說近年來因為生育率的一個下降 台灣未來的產業勢必會面臨所謂的缺工的一個問題 其實近年來其實有蠻多的產業慢慢的在進行一個所謂的轉型的動作 透過這樣的轉型我們可以看許多的產業慢慢的要往一個所謂的工業的一個智能化 自動化的一個趨勢發展 那甚至是我們有聽過的一些智慧工廠 或一些工業4.0這些標語出現 那在這個趨勢下相信我們台達工業型機器人將會在這個當中 扮演一個很重要的關鍵之一 好首先呢我們第一個畫面我們看到的是從左邊 我們看到的是我們的DRS系列 那這個部分是我們的Skala機器人 以及右邊的部分呢是我們的DRV系列 也就是我們的六軸機器人 那下面的一些icon呢主要顯示的是 因為我們要符合一些國外的一些安全認證而進行的認證 那接下來呢要介紹的是我們的DRS系列 也就是我們的Skala Skala呢也就是我們的水平關節機器人 為什麼我們需要我們的Skala機器人呢 舉個例子過去有一個客戶 他這樣跟我說其實他本身就有一些自動的一個產線 比如說他有一個產品的一個專用機 那他有一些XYZ的table的這個機器設備 那他就問我說我都已經有這些智能設備了 那我為什麼還需要導入這樣所謂的供應型機器人呢 那這邊相信各位來賓呢可能也有相同的問題 那這邊我統一回答就是說以我們手邊最常見的手機為例好了 我們知道說從過去的1G的時代到2G 3G到4G 現在再來就是我們可能要迎接的5G 那我們知道說在這樣的世代演變過程中呢 其實我們的手機一直在汰換 那剛剛有提到說他可能是用一些所謂的產品的專用機的這個部分 當我的產品的生命中期越來越低的時候呢 比如說現在的手機可能一年都要換一次 有的甚至半年就推出一個新機 那對於這樣的部分呢 我如果要去市場的換線的話 勢必會對於產業造成一些成本上的一個衝擊 那工業系機器人針對這樣的一個情境呢 其實我們就佔有一些優勢在了 如果你的產線導入的是機器人的這個情況下呢 其實我們只要更換我們的 呃對應的一些 比如說Tour啊 或是一些周邊的一些零組件設備 其實呢我們在換線的這個部分呢 其實相對來講就佔有一些優勢在 再來呢 Scala的這個部分呢 我們可以提供一個更優越的一個速度 以及我們優越的重線精度 線性度以及垂直度 這邊提到的一個線性度 呃重線精度的部分呢 我們主要是呃做個簡單的介紹 在機器人的應用這邊呢 我們在訂定一些Spec的時候呢 呃其實我們講求的是一個重複精度的一個概念 這是由於因為一些呃運動學的呃關係 它可能會有一些些微的誤差 因此呢在訂定我們機器人的呃效能跟規格的時候 我們會重現進度 再來是我們會提供一個敏感之氣的一個順應控制的機能 這個順應控制的機能呢 這個順應控制的機能呢 主要是可以用來順利進行我們的插件作業 那此外呢我們提供了一些多樣性的教導工具 比方說我們常見的一些教導器 那再來就是可以搭配我們 那再來就是可以搭配我們 台達的呃 DOPSoft 我們的所謂的人機機面系統 再來呢如果你的使用的Base是我們的PC的環境呢 其實我們可以使用我們的DIS Studio來進行我們的呃 呃機器人的一個基本操作 接下來呢是我們的Skala的一個系列 那在選用我們不管你是使用我們的Skala 還是我們的六軸機器人呢 其實我們這邊呃都會有一個建議就是說 比如說你先提供我們一個呃呃工件的一個最大負載 透過選擇比較大的一個負載之後呢 我們會根據你的工作的空間呢 選用比較合適的一個手臂臂場 再來是有一些呃應用情境 它可能會產生一些高觀量 那這個時候呢我們就會建議客戶使用我們的高觀量機種 那從上面由左至右我們可以看到呃最左邊是我們的標準型 再來是我們在第四軸這邊呢添加了一個呃第五軸 那這邊就可以提供一個呃我們多一個自由度 我們稱為五軸機型 那再來是我們有一些呃安裝的環境呢 它需要一些吊掛作業的時候呢呃或者是它需要的工作範圍比較大 那這時候我們就建議使用我們的天調型 那此外呢我們台大工業洗淨器人呢針對一些呃比較特殊的應用呢 有開發一個所謂的專用機 那這邊我們可以看到呃呃右右邊的這個部分呢 就是我們的鎖螺絲機器人我們的RS系列 那我們搭配我們周邊的一些感測設備 以及台大自主開發的一個電鎖的一個模組 那透過這樣的一個解決方案呢 我們可以提供給使用者一個鎖螺絲的應用 那在使用之前呢我們可以根據我們選用的螺絲的孔徑大小 以及扭力呢來進行選取 好接下來是我們的DRV的一個系列 也就是我們的垂直多關節機器人 那在這個部分呢我們是一個呃六軸的一個機器人 因此呢它可以提供我們更高自由度的一個使用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邊呢我們是採用晚部中空的一個設計 那這樣呢我們可以讓我們的配線人員呢在走線上面呢 可以對我們的線材呢產生比較高的可靠度 再來呢因應各種不同水平面呢我們提供了一個多種安裝的一個方式 那在介面的使用方面呢其實我們跟Skala呢是一樣的 這邊就不再呃贅述 那在我們使用的一些行業呢 這邊統整統一來介紹一下我們主要幾個呃行業 首先呢我們看到的是呃消費型電子 再來是電子電機啊還有呃我們的食品行業 或橡塑膠業甚至還有金屬加工業等等的這些呃行業 從這些行業呢我們舉了幾個比較常見的一個應用情境 我們由左之右首先是我們的插件的部分呃 呃如果你使用的是台大工業型機器人 我們有一個呃非派插件的一個解決方案 那這個插件呢我們透過了一個下視覺的方式 齁我們可以減少我們呃物品定位的一個時間 來提送我們的cycle time 再來第二個部分呢是我們的鎖螺絲 那我們剛剛有提到說我們有一個鎖螺絲專用機 透過這個鎖螺絲專用機我們可以進行鎖螺絲的一個應用 那中間的部分呢是我們的焊息 這個焊息的部分我們也提供了智能化的焊息解決方案 那除了我們有一般的點焊拉焊的這些呃基本的功能以外呢 我們額外呢添加了一些比如說溫度感測的這個部分 還有我們的呃水瓶的呃自動校正的一個功能 再在溫度的部分呢 我們我們知道說呃這機型點焊的過程中 我們弱鐵頭其實呢它會根據使用的次數呢 它其實是會腐蝕的 那這樣會發生什麼樣的一個情況呢 它可能會影響我們的導熱效果 因此我們加上了一個紅外線感測呢 我們知道說弱鐵頭的一個呃導熱性到底好不好 如果不好的時候我們會 進行一個更換一個弱鐵頭一個作業 那在更換的過程中齁 我們需要再進行一些呃比如說 手手臂的一個兔額的一個校正 那透過我們的自動校正的平台 我們可以自動的來定位 我們重新定義我們的呃的工具的一個定位點 那再來呢在檢測的部分呢 除了我們台達自主開發的一個DNV的系統以外呢 我們可以搭配他家的一些呃視覺檢測 呃只要呢它的那個通訊協定其實是符合我們的protocol 應該都ok的 那再來是我們看到的呃右邊的最後一個圖呢 呃我們是一個機床的上下料的這個應用 那我們知道說其實呢在一些車床啊 或者是一些機床行業的呃工廠環境 其實呢它有一定的一個危險性 那未來呢呃加上我們有缺工的一些問題以外呢 如果我們導入一些機器人的設備來輔助我們呢 其實可以避免一些呃比如說我們的危安公安的一個事件發生 哦那接下來要進入今天的第二個主題 主要是我們的機器人隨限追蹤的一個應用功能 那顧名思義呢 它在英文上面呢我們稱為conversion checking 那這邊呢我們就統一的簡稱為CVT 那在過去呢我們產線 呃如果你使用的是我們的台大的所謂的工業型機器人呢 我們就可以搭配的我們的這樣的一個CVT的應用解決方案來輔助我們進行呃 我們知道說生產線中有許多的輸送袋來進行物料的派送 那在派送過程中可能會進行一些取放啊分檢啊 甚至是加工儲裝的這些應用 那透過CVT的這個部分呢我們也可以達到同樣的效果 甚至是更有效率更快的方式來進行我們採線 提升一個生產的一個效率哦 那在這一個圖示呢我們主要顯示的是我們這個系統的一個架構 我們主要有三個Face 首先呢第一個是我們的設備的部分 我們搭配的是一個編碼器以及輸送袋 那這樣的一個架構呢我們主要是提供的輸送袋 輸送袋的一個時間跟它的一個位置 再來還有我們機器人的本體 那如果說這個應用我們需要做一些視覺的定義 因為呢我們額外可以選用我們的耳機視覺DNV的一個系列哦 那在第二層的部分主要是我們的一些訊息的串流程 那透過不同設備呢它有不同的通訊協定 最後呢匯整到我們的控制器之後呢 我們會進行一些演算法跟一些資料處理的一個部分 那最後一個Face呢就是我們的介面層 那介面層的部分呢我們主要提供了兩個 由我們台達自主研發的兩道系統哦 其中第一個呢是我們的SimerCAD 那顧名思義就是我們的機器人的模擬的一個軟體 那再來另外一個就是我們的DRS Studio 也就是我們機器人操控軟體哦 那稍後會針對這兩個應用的一個系統哦 做一個簡單的介紹 那透過這個CVT的部分呢我們可以 除了可以提供我們更快速的導入產線以外 我們可以提供什麼樣的一個應用功能呢 在CVT的這個應用功能裡面 我們提供三種模式 首先第一個模式呢我們稱為定距離的一個取放模式 那我們可以看到左邊的示意圖呢 其實我的產線如果是一個定距離的產線的時候 而且我的來料端呢它的方向是固定的時候 其實就可以使用我們的定距離取放模式 那在硬體的部分呢其實它只要使用我們的工藝型機器人 搭配我們的輸送帶一個編碼器就可以完成了 所以它的硬體的一個成本相對來說是最低的 那再來呢當我的產品呢它透過 比如說我們從A產品變成B產品的時候呢 其實我只要設定我們的間距跟重新定義我們的工作點位之後呢 我的換線就結束了 所以它的換線呢相對來說是相當的快速 再來呢這個應用呢我們比較建議用在我們的一些 比如說動作比較簡單呢或者是精度要求比較低的一些應用架構 再來第二個部分呢是我們的感測器的一個取放模式 那顧名思義呢感測器部分我們只要額外添加硬體一個感測器就可以完成 那這邊有別於第一種模式呢我們在左邊C圖可以看到說我們來料段呢透過感測器的感測之後呢我們才會進行隨限追蹤的一個功能 那這邊呢我們將會提供我們不受來料間距的一個成效以及我們可以降低我們的間距的物差提升我們定位的一個可靠度 好最後一個模式呢我們稱為視覺定位的一個取放模式 那這邊我們可以看到我們額外添加的硬體項目就是我們的視覺系統 從左邊的示意圖我們可以看到 只要我們搭配一個所謂的太大的視覺系統啊或者是他他家的一個視覺系統 我們就可以進行一個取向的動作取完之後呢我們會跟手臂呢進行一些坐標的轉換 因此呢我們可以提供更高精度的一個表現 再來呢由於視覺的部分呢他會去抓取我們的來料 因此呢在這邊呢我們 將不受我們來料的間距角度 甚至是我們可以進行不同種類的一個辨識 那在下架構的部分呢除了前面提供的兩種模式以外呢 其實呢我們可以提供我們的所謂的單線一機 單線多機甚至是多線多機的這樣的一個降構 供我們使用者做選擇 那剛剛有提到一些我們的所謂的兩大系統 一個是我們的模擬軟體 那這邊呢進行一個簡單一個基本介紹 而DRS-MU CAD呢主要是我們針對台達工業系機器人呢 而專用的一個模擬軟體喔 那透過這個軟體呢我們可以進行手臂的一些動作的模擬 以及我們匯入一些CAD檔 來進行一個 繪製的一個動作 再來呢我們根據這樣的應用呢 我們模擬完的結果我們可以輸出呢 到我們實際的機器上面呢進行實際的操作 那由右邊這邊我們看到一個示範的影片呢 黑色框呢就是我們在撰寫的一個程式的一個介面 那右邊呢就是我們運行手臂的一個動作 那在這邊呢我們也可以提供一些多機的一個模擬喔 好接下來呢是我們的DRS-Studio的這個 機器人操控的一個軟體喔 DRA-Studio呢它其實呢就是我們的DRA-Robotic Automation的一個縮寫 那主要是針對我們工業型機器人的一個操作的一個介面 那這邊呢我們可以提供使用者一些功能 比如說我們的專案管理啊 或者是手臂的基本操作啊 教導點位啊 甚至呢我們可以直接在這個軟體上面呢 進行一些程式的撰寫以及除錯齁 那當然假設我們的周邊設備 需要一些IO的控制以外呢 我們可以透過一個介面設定IO的一個功能來進行 那此外呢 關於一些安全的機制呢 其實也可以透過我們這個軟體呢進行 比如說我們提供一個過負載防撞的一個功能喔 以及全方位的工作空間的一個安全機制 來避免我們手臂發生碰撞的一個機會 那透過這個軟體呢 我們可以做到其他的事情 比如說像我們剛剛提到的CPT的部分 在過去呢 我們進行所謂的CPT的應用的操作的時候呢 其實我們最複雜的部分在於 撰寫程式的時間比較長 再來就是你可能要對於我們的手臂有一些了解 那透過這樣的一個問題呢 我們開發了一個簡易又好用的一個應用的一個介面 這邊呢我們整合到我們的DIY Studio中呢 讓我們的使用者能夠來直接運行 跟操作 那這邊呢我們提供的循序式的方式呢 只要我們選擇對相對的一個模式以及設定參數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自動的生成我們的專案喔 因此呢我們從右邊的這個圖示來講呢 不管你是用上述我們提剛剛介紹的三種模式 其實我們只要在這個介面呢 最多只要五個步驟就可以完成實現了 那透過這樣的一個簡易的流程呢 我們可以更智能的來生成我們所要用的一個應用喔 那透過這樣的流程化一步一步的導入之後呢 我們可以更快速 而且呢我們不用額外再去培養我們的所謂的應用工程師的一個時間 那提供一個這樣的一個介面呢 我們可以自動的生成我們的專案 那來減少我們撰寫程式語言的一個時間 舉個例子喔 以前我們可能沒有這個軟體的時候呢 我們在編寫一個這樣的應用的功能 可能花剩一個小時甚至更多 那透過這樣的一個設定介面 其實我們只要縮短到可能只要數分鐘就可以完成了喔 好這邊做個總結喔 我們主要呢CVTN有三種模式 其中呢第一個是我們的定距離的取放模式喔 這邊提供我們使用者一個比較低的複雜度 以及他的成本相對來說是最低的 再來呢有別於第一種模式 我們添加了一個感測器 而構成了一個感測器的取放模式 這邊呢提供更彈性的 而且會降低我們來料的一個誤差 來提升我們定位的可靠度 那最後呢是我們的視覺定位的一個取放模式 這邊呢透過視覺的一個坐標轉換 我們提供我們更高精準度的一個定位 以及高可高度 那再來就是它不會受限於來料的間距 大小甚至角度啊 還有種類的這個部分呢 展現我們更高彈性化的一個表現喔 最後呢是我們提供的一個友善的一個圖形化的設定界面 那我們的使用者呢能夠使用的更智慧呢更快速 而且簡易又方便喔 那接下來呢我們針對隨限追蹤的功能呢 有幾個案例分享喔 首先呢我們可以看到的是 今年我們2020年呢在台北自動化展的一個CPT的一個展示機 那相信呢有來我們會場的一個觀眾呢 可能都有看到這個展示機 那這個展示機主要展示的是我們剛剛提到的第三種 視覺定位的一個取放模式 透過我們視覺的辨識我們可以 知道說來料的方向啊跟距離 來進行一個定位抓取的一個應用喔 再來第二個部分呢是我們的電子產業 那電子產業這個部分是一個焊息的一個應用 透過一個精準的一些定位呢 進行一個點焊的一個作業喔 其實呢我們在進行點焊啊焊息這樣的一個作業啊 其實它會產生一些所謂的吸煙 那其實這個部分呢都是一個有重金屬的一個部分 那人員呢如果以人員的方式來進行呢 其實都會對我們一些人體造成一些傷害 那如果您的產線呢有需要這樣的應用需求呢 其實呢可以選擇我們這樣的一個架構喔 再來是我們的多基進行保特瓶的取放應用 那我們可以看到左邊的部分呢 我們是透過一個剛剛提到的感測器的部分 我們透過左邊的感測器呢去感測說我們的輸送帶上面有沒有來料 沒有的話我們就透過左邊的手臂呢 把物品呢放到輸送帶上面 再透過另外一邊的感測器呢 我們去辨識說有沒有來料 再進行另外一個手臂的一個取放到我們的翠盤上面 再來是點焊的部分 點焊的部分呢這邊是一個專用機喔 我們透過一個視覺檢測系統呢 首先會去定位我們的PCB板的一個位置 再來呢再進行一些塗焦的一個動作 當然呢這一個點焦的這個部分呢 其實也可以搭配我們的CVT 來進行一個動態一個定位的點焦的表現 那相信呢今天的介紹過後 貴賓呢對於手臂會有一些更多的了解 那企業的轉型呢在這個趨勢下呢 工業型機器人相信也是我們在這個過程中 一個不可或缺的一個重要的一環 那以上是今天介紹謝謝各位 CV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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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VT